兩個人勾勾手指 有個心心在 人一定是 要是淺 要是感情上的東西 其實有不同的父類 其實 如果已經有出現對象 但是大家若識若來 又未能表白 就是最慘的 其實男人很多時候 就是比較頓些 猜一下 又不是那麼清晰 那些女士就會很猛 通常我是男人都可以認 是比較熟些 觸覺比較熟些 那些女士就會說 你是不是 我約了幾次去街 都不知道是不是 去到這個 若識若來的情況 可以求一道符 加快推動那件事 實在的關係 是否有 你是不是 早點表態 用符去推動那件事 第二種 如果 一對情侶 一個情侶 要出差 或者可能要去別的讀書 有什麼可以 可以幫到大家 維繫到的關係 其實就是 和合相思符 即是 不論男女局 有一條符的話 大家的心都可以牽著在那裡 是 是 另外就是 和合催旺申因緣符 其實就說 不管你是沒有異性緣 或者是很難認識的男女朋友 其實這條符 我再加法事 其實可以催總統 是 剛才提到 這個榴槤飛星 在100的飛星位 都可以加這些符上去 是 是 是的 OK 加強這個 你的 一元運 嗯 另外叫做 張柳二仙男女 情緣符 其實就是 關系有些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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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隔 或者是 剛剛 罵 復合很久 或者翻他很久 嗯 想將 那個 甲膜 減低 其實都可以用這條符 嗯 可以 可以抱 可以放床頭 可以放留 當年的 和合位 OK 這樣 呼呼 呼嘲交房第三者 可以和合 夫妻姻緣符 嗯 也可以 其實可以放回 那間屋的 床頭位 是 我很多時候 幫客人看風水 我放在 那張 結婚照 哦 其實風水 都是一個吸引的法則 你看 其實牽引到一樣 你的腦袋是牽引的 嗯 是的 OK 那 如果大家溝通不到 可以考慮 叫做和合 緣心符 嗯 就大家減輕一點 咬 不要有鬧劫 是的 如果工作 之前說 新潮的時候 你發覺你的人際關係差一點 是 其實可以抱這條符 會幫到你的 哦 是的 挺好的 如果 如果 我們 男女雙方 時代一方 受到引誘 或者出現第三者的話 我們有一套符 叫分隔情的符 只要你給到 那個人的個人資料 上給我 我們都可以做這個符 好的 哦 即是要有第三個人的資料 資料 資料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可以寫了 叫做格外的其他東西 是 另外呢 阿嫂如果需要幫忙 可以找我的 是 如果擔心你的老公 男友 太有女人緣 是 難以控制的話 其實我們有一套符 叫斷桃花外緣符 哦 將對方的 不正常的桃花減低 OK 那就 會 等你 有 睡到覺先 是 對 阿嫂記得 是 是 OK 另外呢 亦都可以隔開情敵 是 因為呢 其實 有一些叫情缸 是 可能是 海外 哦 這個故事都聽得到 是 可能東南亞 給他吃過東西 或者怎樣 好像失了魂 不知道為什麼 是要走過去 是 其實可以用這件事 可以清醒他 是